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劉哥 I'm Yuga 今天要玩納克羅斯 我自己不管在打排位還是打巔峰 我已經很少遇到納克羅斯了 都是遇到別隻的打一角比較多 主要還是納克雖然有個高機動性 但他的傷害是完全不太夠的 因為機動性的話 星葵絕對不會比納克差 那以傷害來說 星葵絕對也比納克來得更好 而且星葵的大招還有無敵 不跟星葵比 拿去跟什麼潘因奇羅比的話 這個納克的傷害跟機動性 好像傷害都比別人差很多 我納克都喜歡藍奇 那我吃完野怪是來到魔龍路 所以輸他那邊是直接放掉 那這邊有兩個半血力 我能收掉嗎 那這個哥德爾的話 收掉man問題 後來這個堇你們覺得誰會贏 最後我覺得能贏 堇他直接交瞬移跑掉了 那我要趕快跑喔 這場我的裝備跟奧義是蠻奇葩的 走一個暴擊又吸血流 這是比較屬於古早味玩法 不知道大家還記得這個古早味玩法嗎 那在吃藍的時候 我們家達爾西被人家單殺 這個蘿兒殘血還想來划我 你要確定欸 我是有隊友的 你沒有的呢 有隊友讚讚喔 講到裝備 現在聖劍大家都在第五件裝備才出 但是以前很多納克在第三件裝備就會出 所以今天就有點小小回味 那撒旦之風呢 肯定以前也會必出的裝備 以前撒旦還能出兩把 現在因為唯一被動 沒辦法出兩把 以前真的納克羅斯超級會吸血 現在沒辦法了啦 連紅色打野刀的吸血都被拔掉 要怎麼吸 奧義的話 納克還是帶覺醒或暴怒會比較好 那我這場是稍微再實測帶了個猛攻 因為我覺得納克在前期的傷害是有點不足 前期有講過 所以我會想帶個猛攻來補足一點我的傷害 因為這個傷害不僅是我的普攻受益 連技能也可以受益 所以就嘗試看看啦 那我自己嘗試下來就 我覺得差不多啦 差不多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大家還是帶覺醒會比較好吧 因為覺醒又多了一點暴擊 5%暴擊機率 這場對面的打野是悟空 悟空這版本 就算納克直接出藍色打野斧頭 一樣三棒會被悟空秒掉 所以我就乾脆不出打野斧頭 直接出紅野刀 要嘛就是我把悟空秒掉 要嘛就是我被悟空秒掉 就這麼簡單 那這邊騙一下羅爾的大招 騙了之後我發現我打不太贏羅爾 我三顆頭還打不贏羅爾 但是我往好處想啦 羅爾剛那個血量 他一定要回補 可是納克呢 完全不需要 吃個野怪 我的血就回滿了 因為我大概10個多萃 還是有16%的吸血 蠻夠用的啦 看一下總經濟 我們就贏對面大概800塊左右吧 不算多喔 就隨時會被人家打回來 而且他們後期角偏多 羅爾阿 悟空阿 很麻煩 那剛好去摸一下中塔 摸一下就要走了 玩納克呢 就是不要在原地逗留太久 因為他絞成特別快 你轉線跟支援的速度很快很快喔 果斷塔殺一個井之後 馬上拉出來 再拉到旁邊去 差一點死俏俏 不過有收到井啦 我講過啦 納克羅斯只要殘血 他都是賺 因為吃個野怪 他的血又吸回來了 真的回到古早味的感覺 唉唷 羅爾滑出法陣之外 給他一套 悟空叫我很痛很痛 那這邊我想要搶紅阿 但慢了一點 因為我有制裁 但就慢了一點 沒關係 沒關係 反正納克呢 我不用回家 吃個小野怪 看到對面的女超 居然給我殺出來喔 3打1 沒什麼大問題吧 唉唷 納克跟拉維好像差點死掉 他們問題好像蠻大的 不急 沒事 趕快賺錢轉線 或者是去分推 這版的納克後期 真的只剩分推阿 我還蠻怕被悟空抓的 老實講 那我現在就是利用五顆頭的優勢 看能不能再帶動一點優勢好不好 我們看到井在清兵線 就想說他會不會走過來呢 結果是沒有的 他是往下走阿 他往下走想說清個兵線就好了 沒想到井還給我往前滾 繼續射我 這個兄弟阿 你這就多了喔 哇 拉維有大招好準喔 剛剛 你沒有看到吧 啾 蹦 他那個大招是有預判到井的瞬移的耶 對吧 很準喔 好啦 六顆頭 然後我的殺蛋快出了 快了快了 再等我一下子耶 你們有沒有發現這一場 我好像還沒有吃到龍 因為我覺得喔 吃龍 如果大家沒有一起來吃的話 我會在龍那邊浪費很久的時間 那我不如把吃龍的時間 拿去入野阿 分推阿 或去抓人 我覺得效益是比吃龍來得更高 我不曉得 反正 我覺得吃龍我真的要花太久的時間了啦 我一個人可能要浪費一分鐘 我覺得不值得啦 那這邊我拉維剛又中井了 可是我的目標是推塔 我跟他殺井的話 我覺得我不行 因為他女超人就在旁邊啦 推掉二塔就好了喔 現在我就很猶豫 要不要直接上死神或涅槃 因為現在悟空喔 兩三棒 絕對可以把我秒掉 那猶豫了很久 我還是決定先上破陣 或者是一些穿透裝備 不然蘆爾會出一點防裝 我打他真的 抓抓癢喔 那突然這邊擦肩為過 遇到悟空 有看到了吧 我剛剛挑飛是沒有挑到他的 那這邊想要追悟空呢 我的一鏡的冷卻好 也沒有挑到 所以沒有辦法留住他喔 我本來已經放棄要追他吃冰險 結果拉維爾神來一筆阿 這個大招也太準了吧 他那個大招都是距離很遠暈到 所以暈的時間蠻久的 太會射了吧 這拉維爾 難怪他會玩 因為這版本的拉維爾並不強阿 他會玩 肯定就是他對那隻角色 有絕對的信心跟把握 看到射手在旁邊 趕快來吃龍喔 我講過一個人吃龍 很孤單阿 然後我一直普攻這個龍 都不暴擊的欸 我明明出了聖劍阿 暴擊機率少說有25%吧 四刀爆一刀 四刀爆一刀 只是剛剛好的事情 都不暴擊耶 沒事 關鍵時刻暴擊最重要 尤其是橫砍的時候暴擊是最痛的喔 你們來看喔 看一下 殘血羅 往前沒有砍到 但我剛砍到哥德爾暴擊是1700 然後再來看一下對面好像有紅喔 橫砍一刀暴擊2800 有沒有暴擊傷害真的差很多 所以我就蠻後悔奧義帶猛攻 應該帶個暴怒會比較好 因為我前面就要出聖劍嘛 直接先帶暴怒 撐起我的暴擊機率好像比較好 真的失算失算 不要帶猛攻阿 帶覺醒或暴怒會比較好 實測下來的感覺 那我就很猶豫要不要吃聖光魔龍 後來算了 還是掃我的紅狙好了 把紅狙掃一掃 因為我吃個龍啦 我頂多拿100出頭吧 100 120 但是我少兩個野怪 這個錢絕對比吃龍來更多 玩納克呢 我就有點想要自私一點 就是自己肥最重要 隊友團隊是什麼 我不知道 那有看到有頭可以收 都殘血 橫砍有 然後再往前橫砍一刀 兩次的橫砍都是剪頭 都是尾刀啦 女超人不用怕 女超人這個角色雖然 悟空有點痛欸 悟空剛敲兩棒只有一棒暴擊 我覺得三棒都爆的話 悟空真的會保秒掉 對面14個 我先去找地方吸個血 一刀吸一千次 有感覺喔 看一下有兵線耶 好吧我們直接進去結束遊戲啦 看到這個拉維爾真的讓我好敬佩喔 在我眼前拉維爾的大招就中了三次 他這一場大招不知道準了幾次 太讚了吧 祝大家也遇到好隊友啦 我是又哥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好 好